回來第二節John Connor的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0年的7月19日 星期日 繼續有 John Connor繼續跟大家做 英國超時空廣播 超時空廣播 干擾的力場發佈日期 2199年的7月19日 我們真的很盡責 很專業的 這個一定要繼續說下去 剛才講解了一點 我們依然會有聯合廣播 依然會有分開廣播 剛才那節我講了一點 有些時候 我也想慢慢自己說 因為 雖然我們做節目的速度可以很快 很快 我說話很快也可以 但其實我是喜歡說慢一點的 所以 三劍俠齊齊齊齊 1.5 雕生加上John Connor的時候 我們的節奏差不多是全香港 的網台 差不多最快是我們 說話全部都說得很快 但是 就是 有時候有些題目 就可能慢慢一個人說就會好一點 或者慢慢說會好一點 有時候大家都知道 那個節目的火花就是因為 好像打壁球那樣 你一巴我一巴 你一板我一板 會不小心快了 所以有時候就是比較難控制那個節奏 好 這一節想跟大家繼續 說一些 政治問題 因為比較複雜一點 所以我就想慢慢說 在說之前 大家記得支持六部曲 記得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按like 記得用Facebook 或者Twitter 或者其他的 媒體方法 的通訊工具幫我們share 例如whatsapp 希望大家就是 月費贊助的節目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有兩種 當然是直接給我們 第二種就是 Patreon 用信用卡去訂 Patreon 就是一個可以獨立廣播的平台 最 最 最終 假如YouTube真的受不了壓力 可能有打壓的一天的時候 Patreon 就會有用 另外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免費的支持 看多些廣告 最近就有 極多的藍絲廣告 放在我們的台上 因為我們有很多人去教一下 YouTube的AI會計算到有很多人會點擊廣告 讓更加多的藍絲廣告放在本台 本台就會像一個黑洞一樣 吸收了這些 建制的資本 將它轉移成為 黃色經濟圈的資本 當然 如果我們有錢剩的話 我們就會拿去 發展塞浦路斯 或者英國 幫手足的那些 或者發展 港人的經濟圈 互助寫的 各方面我們也會拿去做 好 這一節的標題是有袁爸爸的 不過這一節 是沒有袁爸爸的 我要說清楚給大家聽 我已經聯絡了袁爸爸 跟他聊天 討論過香港的未來 我們很認真地跟袁爸爸做了一些對談 不過因為我們自己在聊天 我們還沒有詳細 嘗試做一個對談 接下來我們也可能會做的 約好時間 讓我們的 裝備更加預備好的時候 就會邀請袁爸爸 跟我們做一集對談的 這節 有 這個標題有袁爸爸 其實說了甚麼 我也想說一點 我們之間的討論是怎樣的 我們因為 對於香港那個 未來 的看法 以及廣後應該怎樣做 一定是會有不同的看法的 我們大致上理解 袁爸爸的看法就是 他認為 Solution 認為接下來的所有的戰略 都是放在美國那裏 我們是很同意的 另一件事就是 他的 著眼點就會比較 進攻營 他會 覺得 應該 要取得主導權是更加多的 而我們 升旗易得道 John Connor和Tongiza考慮的東西 就是 多數是在考慮香港人 假如是要靠自己去跟 港共政府對抗 和中共對抗的時候 應該要怎樣做 其實我們考慮的一直都是 以香港 沒有其他人協助的狀況之下 怎樣去 爭取成功 作為大前提 考慮的 當然我們考慮的方向也包括 所謂的Plan B和Contigency Plan 就是當 這個 迫害 去到 無限大 去到 對年青人的司法 迫害 甚至乎是其他更嚴重的 暴力迫害的時候 我們要考慮的東西 是怎樣去保留著香港 這件事 所以我們考慮的東西 就是 包括在海外建立一個新香港 香港要保持的是香港人 香港人的精神 而不是要保持 地理位置 對於香港人和香港的 精神來說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香港人本身 因為我們認為 所以我們也跟袁爸爸做了這個討論 袁爸爸提出了另一件事 他覺得現在可能是需要去處理的 就是 中國大陸 違反了這個《中英聯合聲明》 而這個《中英聯合聲明》 大家都知道 《中英聯合聲明》 香港人 不是其中一個替約的一方 換句話說 就是一個 殖民地 前殖民地 的地方 他的人民 並沒有 參與 這個《中英聯合聲明》 並不是任何一個持份者 簡單來說 香港人是沒有說的 當時就是英國 把香港交還給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件這樣的事上 香港人基本上是沒有參與 這個《中英聯合聲明》 裏面的內容 基本上是參與不了的 換句話說 法律問題 就產生了走出來 當然這個法律問題 坊間 其實這麼多年的抗爭裏面也有很詳細的討論 包括有一部分的人認為 其實香港的前途 應該是屬於 英國的 簡單來說 所謂 龜鷹派就是如果香港 一路被北京侵犯他的 自主權的時候 哪一個有權出聲呢 應該是英國有權出聲 因為《中英聯合聲明》 的替約國 就是英國 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本身 如果按法理的概念去看 這件事一定是沒有錯的 因為 香港人並不是中英聯合聲明的一份子 只有英國 才有權執行一份 合約 而對方是違反的合約 余巴巴勒在想 可能是在英國的法庭 展開一個訴訟 將 可能是叫做香港人數 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還未具體 還未定的 他有一個 idea 提出了 作為 如果香港人 可能是真的在法院那裏 嘗試去拿一個判決 就是當 中方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的時候 我們要去 為這個 西方的世界 的法律地位 去拿回一個有利的條件 回來 就是因為你要解釋給全世界聽 原來可能 香港人曾經已經在法庭上 打過一場官司 撞告這個 中國政府 已經拿到一個法律基礎 香港人原來是有份參與的 已經可能是控訴 中方違反《聯合聲明》已經取得勝訴 而這個 判詞 在法律上是有效力的 國際是承認的 而國際 西方人 包括美國 英國 五眼聯盟 這些地方 走普通法的這些地方 美國走大陸法也好 前身也是英國 一樣是需要 為一件事去訂立一個法理基礎 去爭取的 當然法國 美國最簡單就是他會通過 不同的法例 大家看到的其實他不是 所謂行政命令 總統政府說了事 他每一件事 都需要 通過一個新的法例 例如他的 參眾兩院要去討論 要通過一個新的法例 才可以當成是一個 行政的指令去執行 基本上是 換句話說 美國政府要做一件事 需要通過一個法理基礎 英國政府也是如此 每一件事都需要有一個法理基礎在上面 所以如果香港人要獲得一個 可能的 法律地位 在這個國際上 是獲得承認的 的時候 如果他展開一場官司是對準著中環民共和國 那麼這件事其實是值得去考慮的 聽到這個idea 我覺得 接下來可能那個 那個 所謂抗爭的方向 都可以放回到焦點 都可以放回到這個 國際上的國力場 在這方面 歐洲的議會也是在做這個討論的 而過往 香港人一直在說要把 香港發生的事和中共插手下來香港的事務 要把 黑警的暴行 要告上國際刑事法庭 這件事一直 很多人都在討論 我們一直都沒有很認真去嘗試 把這件事 扶之於實行 所以 接下來這個討論 以及這個行動 我覺得是有可能可以嘗試的 當然 如果你說要在法院去告國家 其實大家如果 對普通法對法律有少許認識就會知道 一個國家其實 法院是沒有權對他作出審判的 因為 有一件事就叫做sovereign immunity 即是國家是豁免的 國家是不能夠在法院被告的 除非 那個可能是一個國際刑事法庭 國際刑事法庭 也不是針對國家的 在一些特殊的條件 除非特殊條件 才可以把 所謂的主權豁免 拿開了 可以繼續去告 我想大家 應該去想一想這件事 因為 因為 過往就會說美國要介入香港的事務 被人說是說三道四 沒有任何的國際基礎 而英國介入香港的事務的時候 其實中方說的話是一樣的 中方也出來說 中英聯合聲明已經是一個歷史文件 敦促 英國就不要在 中國的內部事務那裏說三道四 其實這件事是錯誤 香港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 英國當年把香港交還 把這個托管交還給你中方的時候 是建基於你中方 是會確守 中英聯合聲明裏面的每一點 確守這份合約 才是國際之間承認把一個地方 交還給你 看管的 而這件事是充滿著 前設條件 而當這些 所謂前設條件 有問題的時候 那 哪一個可以發聲呢 當然就是國際有權發聲 所以當然最應該發聲的就是英國 第二個當然現在 比較 關注的現在當然 最關注香港的就是美國 美國也欠了一點 法律理據在上面 簡單來說 如果我們能夠做到 拿到一個 更強的法理基礎 換句話說 美國 當要去 發聲的時候 這個不是國安法所說的勾結外國勢力 人家是建基於國際法 建基於 法律的基礎之下 去介入和干涉你 因為現在你是在 違反 那個法律 違反國際之間 那個國際 公約 的承認 因為你已經違反了 那個國際的條約 而那個 《中英聯合聲明》是在聯合國登記了的一個文件 來的 這個是第一件 回到第二件 第二件問題就是 假如 假如往後 香港 或者是中國大陸 發生任何巨變的時候 那麼香港 到底香港人是不是真的 有一個能力 最低限度在法 法律的道理上 你去拿回一個席位 當 這個地方出現巨變 的時候 之所以大家會覺得是需要歸英的原因 就是因為 中英聯合聲明 法理基礎就是因為建基於中英聯合聲明 所以覺得 當 發生巨變的時候 可能就應該交還給英國繼續去 接本 這個就是當時 認為需要歸英的人的看法 其實就是建基於一個法律 文件 就是中英聯合聲明 所以如果要建立一個法律基礎 在這件事上 對於往後要發生任何事的時候也好 那個法理基礎就會成為 一個很關鍵的要素 這個就是我們 跟袁爸爸對談的時候 他提出了來的觀點 而我也覺得 其實是同意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 我要在這個節目 很慢很詳細地慢慢說 因為這件事本身是一個複雜的問題 如果說得太快 我也可能說不到 沒有可能 這一節初步 把這個概念帶了出來 往後下一步應該 詳細地怎麼做呢 我們會一步一步慢慢去想一想 應該怎麼做 遲些我們可能就會封印 跟袁爸爸做回一個 對談 大家希望留意著公佈 這節我們就講到這裏了 拜拜